老师集体罢免校长 张化某国中校长被控诉职场霸凌 到任两年四个月来 四个处事主任已经换了12人 而且还不尊重学生 禁止染法学生参加毕业旅行 甚至明知校内某场馆安全结构有问题 还连办无场活动无视学生的安全 被罗列了15大罪状 集体联署要求撤换校长 对此张化县教育处表示 全案已经请督学了解中 指控校长职场霸凌 滥用校安通报来整顿看不顺眼的教师 任职24年的教师被说不适任 崩溃痛哭 还有老师因此罹患忧郁症 这名教师八月进到学校任教 接任教务主任跟家长会总干事 校长买水果却让他盖章 担心这样程序有问题身心俱疲 学校四个处事主任两年多来已经换了12位 老师集合起来喊出罢免校长 全校七成的教师罗列了15大罪状 包括禁止染法学生参加毕业旅行 明知校内某场馆安全结构有问题 近连办无场活动无视学生安全 对于校务行政甚至对我个人有一些意见 但是我还是会坦然的去面对 校长说场馆早已禁用 因为教育界出现行政大逃亡 正式老师不愿意接行政工作 胎患率才会这么高 但老师集体联署指控校长不适任 要罢免校长实在罕见 教育处表示已请督学了解 毕竟老师跟校长占对立立场 影响最大的可是学生 记者大欧帽 正好报道 总统大选进入冲刺期 但近期却爆出情治机关 疑似监听资料外泄 资料里头除了监听单位 监察号码申请单位等 统统都有 而被监听的对象也不简单 两位蓝绿现任与前任立法院副院长 还有现任立委退役将领等 尽管调查局初步强调是中方认知作战 但侯友宜赵少康依旧喊话 执政党要好好彻查清楚 总统大选进入冲刺期 不过近期却爆出情治单位 疑似监听资料大外泄 监察号码申请单位全部一应俱全 而被监听的对象更是不简单 两位蓝绿前任以及现任立法院副院长 蔡奇章以及曾永泉 以及民进党立委陈明文 名单里头还有退役将领 法官民间社团主席 这个案子相关单位是在这段当中 调查局强调这是来自中国的任职作战 有新人士透过匿名账号 在暗网贩售不明资料 这类的不实资讯 曾经在110年 就在网络的社群散播 仔细看看里面的内容 却发现有简体字 其中像是云林 更是写成云林 金山风雨里 写成金山风雨里 国民党7号召开打炸记者会 侯友宜赵少康 两人都要执政党说清楚 尽管调查局强调是认知作战 不过中方到底是从哪里取得这些资料 尤其政治大选敏感时刻 是从法院还是从电信公司 相关权责单位 是不是要从根本溯源 好好查清楚 谢谢他们林明中 新美式参谋导 屏东民阳国际厂房 活警造成十死百人受伤悲剧 事发至今两个多月 传出大量解雇劳工 有民众爆料快过年了 民阳辞退非自愿离职员工 只发资遣费 年终却直接不发遭到质疑 而屏东县府也回应 依据劳工法 公司确实可以依照 有没有赚钱来给年终 至于员工有无转职 民阳也承诺 都将暗月发新到今年结束 残坡铁皮厂房烧得漆黑 屏东民阳国际厂房 重大火警造成消防员 员工十死百人受伤悲剧 而事发至今两个多月 传出大量解雇劳工 民众也在网络爆料 说是民阳董作成出面承诺 会安排好员工工作 资源留下发底薪到12月底 但快过年了 非资源离职员工 只发资遣费 所以年终却直接不发 只会这样做合理吗 绝大多数都是属于 他们是自愿要离开的 年终的话 其实它当然是取决于 公司的一个营运状况 迟迟不能复工 奖金上一个比较保留的地方 出面解释 总共六百五十九名员工 还是得雇生计 调查后才会有大量解雇计划 预计到明年三月底 之前本地劳工两百五十四人 而实际询问多数体量 如果说我们已经提早离开了 跟公司吵着要这个糖吃 真的是有点过于贪心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 那我们完全尊重 而据了解 每位员工都将开离非 志愿离职证明 提供资遣费 不管什么时候离开 薪资也都将计算到十二月底 平等线劳青处也发声将协助就业转职事务 民众县政府和劳动部呢 以及经济部呢 有成立了一个协助劳工的平台 那提供劳工在转职就业媒合 以及职能训练上面的一些服务 明昂大火复工之日遥遥无奇 发不发年终恐怕不是第一要务 如今员工权益能不影响生计 恐怕才是首要职务 接着说说也别不打 台湾机器人之光 桃园起因高中两名咨询科学生 代表台湾远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参加亚洲技能竞赛 在青少年机器人项目涌夺金牌 两名学生一人负责程序撰写 另外一个人构想机器人的路径 还有动作苦练三个月 成功在十四个国家中脱颖而出 往下 往前 男同学在比赛场上熟练指挥 另一头的伙伴也利落操控机器人 精准做出动作 还能灵活来个360度大旋转 机器人的完美动作 也让两名学生在这场比赛中 涌夺金牌 参加国手的培训 然后三个月参加亚洲技能竞赛 然后荣获金牌 老师同学们喜悦心情藏不住 来自桃园市起因高中 资讯科的两名学生 分别撰写程式与操作机器人等项目 不仅首次参赛 就在国内的技能竞赛中 拿下好夹击 甚至这回代表台湾 进军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 在十四个国家中荣获冠军 最困难的点是因为 我是做机构设计的 把一些元件 把它放到机器上面 它要有一些螺丝的孔 然后就要开得非常的精准 学生们谈到设计理念 是想让机器人在忙碌的医院里 能自主处理飞气物及运送药品 两人面对难关努力不懈 苦练三个月成功在国际中展露头角 记者林朱强桃圆报道